好 一起来关注社区方面的消息 纽约警方表示 星期天早上在皇后区一名行人遭遇车祸死亡 肇事司机目前处于逃逸状态 车祸发生在111街107和109大道之间的 Ozon公园的南面 调查人员指出48岁的贝斯卡申格利亚 当时正在从他停好的车后座拿东西 不幸被迎面而来的车辆撞倒 而且该车辆逃离车祸现场 贝斯卡在被送往医院之后宣布死亡 车祸附近的居民均表示非常震惊 担心也许自己或者是邻居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悲剧 警察目前表示还没有逮捕到任何犯罪嫌疑人 奥斯卡颁奖典礼已经在好莱坞举行完毕 但是在上个星期天的曼哈顿街头 却依然有其反对缺乏种族多元化的抗议声音 有行示威者聚集在位于上西城的美国广播公司办公室外面 抗议奥斯卡组委会对非洲裔演员的不公正待遇 抗议者说他们希望奥斯卡能够更具有包容性 能够对其构成进行调整 希望不要再继续这次之后 两年之后再度没有非洲裔演员提名主要奖项 还有抗议者提出 所有人都喜欢并且支持电影事业 也希望所支持的电影业能够代表自己 更应该在已经是2016年的今天具有时代特征 类似的示威活动也在洛杉矶举办 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杜比剧园外举行 本台记者从皇后区联邦众议员孟昭文办公室霍西 由孟昭文提出的所有联邦文件 今后将摒弃和移除东方人字眼的法案 今天晚上在国会众议院进行最后表决 预计该项提案将会以高票通过 这项提案的通过将废除所谓东方人 Orento字眼在今后的联邦文件 包括参众两院的各项法案当中出现 联邦法律条文当中也将取消上述说法 而以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为官方证实用语 在美国历史上用东方人字眼来形容亚裔 有着明显的歧视和贬义的意味 也显示出对亚裔美国人的不尊重 这个立法将从联邦法律当中彻底摒弃 和消除这种带有侮辱性的字眼 彰显美国社会多元族裔和文化的平等 为庆祝农历新年马来西亚驻美大使 马来西亚驻联合国代表日前专程来到法拉盛 向旅居纽约的马来西亚华人贺年 并出席纽约马来西亚旅美联谊会举办的新春联欢会 马来西亚旅美联谊会在法拉盛举办的新春联欢 有近300多名马来西亚华裔华人参加 联欢会在具有马来西亚文化特色的武师和武虎的锣鼓声中开场 马来西亚驻美大使及驻联合国代表将两只马来虎的眼睛点亮 象征着新一年吉祥如意 马来西亚旅美联谊会负责人邦军雄表示 旅居纽约的马来西亚华人不少举办这样的活动 希望能团结社区凝聚力量 让传统的亚裔文化发扬光大 国会众议员孟昭文 周众议员金对希 市议员顾雅明等民选官员 军到场祝贺 也向社团服务侨明服务社区做出的成绩表示赞赏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大纽约台湾会馆27号在法拉盛举行庆祝全球客家日活动 以歌舞美食体现环保乐活爱地球为今年客家日的主题 大纽约客家会新任会长杨毅书表示 天和热 人快乐 在台湾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是客家传统的天窜日 也被定为全国客家日 客家族群遍及全球各地 客家人崇尚自然 勤俭持家 传统上客家人以手工自作的足篮 竹席等为主要的生活用具 这些生活习性也彰显了崇敬天地 尊重自然 环保节俭的文化特性 庆祝活动安排了祥诗献瑞丰富多彩的歌舞表演等 据介绍 今年的全球客家日活动 由行政院客家委员会赞助 驻纽约经文处副处长陈丰玉 市议员顾雅明和大纽约地区桥界二百多人出席 场面热烈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纽约的天气这两天仿佛提前进入了春天 民众脱下厚重的外套并带着孩子们进行户外活动 不过未来几天将有风暴冬移至纽约 将再次出现强风降雨或者是下雪的天机 纽约这两天天气晴朗 阳光明媚 昨天最高气温也达到60度 滑布的街上人来人往 户外行走的人也比平日里增加了许多 在公园里可以看到 不少家长带着不到两岁的小朋友做起户外运动 也有不少人在长凳上晒着太阳 打牌下棋等 享受这难得的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之前天气不好的时候都关在家里嘛 那小朋友都闷在家里 那样子不好 他现在16个月了 那昨天和今天天气都比较好 所以就带他出来玩 认识一下 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 温暖的天气让民众感觉到提前进入了夏日的气息 不敢相信这还是2月的纽约 不过气象专家提醒民众 从明天1号到2号期间 一股风暴将会带来寒冷潮湿的空气 未来几日气温将回落到30几度 纽约将再次出现强风降雨或者下雪的天气 民众应注意加一遇寒 切勿掉以清新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香港驻旧金山市经济贸易办事处日前在旧金山市举办新春酒会 香港驻美国总经济贸易专员梁卓文也特别在酒会上致辞 与湾区各地的政商及社区代表欢聚一堂 共同庆祝农历猴年的到来 接下来关注一则加州方面的消息 酒会在三藩市歌剧团演员优美的歌声中开场 经贸处处长周顺宜向于300名委会嘉宾致辞 指香港跟美国加州 无论在经济以及文化上都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他感谢三藩市歌剧团在酒会上预演其新作《红楼梦》其中一段 《红楼梦》乃三藩市歌剧团的新剧目 于金秋在三藩市首演 之后于2017年3月在香港艺术节上演 香港和加州的贸易往来持续发展 尽管美国2015年的整体商品出口贸易有所下降 加州对香港的出口却有所增长 周顺宜说 作为一个拥有730万居民及6000万旅客到访的城市 香港去年已晋升为加州第五大商品出口市场 对比2014年 香港去年从加州入口商品有3.3%的增幅 总值达88亿美元 和宇电视的各位观众 祝你们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工作顺利 谢谢 那在新的一年里 请问您 对香港和加州在经贸文化科技各方面的发展 有哪些新的展望呢 其实去年加州出口到香港还是有增长 而且有大概3.3%的增长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区域 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 我们的经济贸易方面的交流 可以更加有增长 而且文化方面也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去年我们好几位的导演跟制片人都在 都到了湾区这边访问 还有我们也有一些官员 还有科技方面的商团 又过来跟这边的商界 政治界的朋友见面 所以我们希望在新年会非常的丰富 有成果 香港驻美国总经济贸易专员梁卓文 也在酒会上致辞 他指出 香港有稳健的就业市场 失业率仅3.3% 本地消费及投资强劲 香港经济预期会有2.4%的增长 梁卓文说 很大程度上 香港仍然受惠于内地的改革 开放及发展 香港去年超越纽约 在首发股票方面 替82间公司筹集了330亿美元 位列全球之冠 香港也透过上海与香港股票交易的互联互通机制 和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 将中国和国际投资者联系起来 去年香港也刷新记录 有近8000间海外及内地公司选择在香港设立地区办事处 当中有1400间为美国公司 我相信未来一年对香港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因为在外围的经济情况就比较不明朗 而且香港的港元是跟美元挂钩的 但是我相信香港的经济基础都比较稳定 这个规管方面都非常高的水平 所以我相信香港未来应该是发展都比较平稳 华语电视李贝妮旧金山采访报道